FM104.1 人生一百问让你越问越富足 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可以过得精彩充实 同时又可以在诺大的天地之间找到自己 常常都是自古以来不断在追寻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是超级生命密码 世界精神导师太阳圣的导师来跟大家分享 欢迎导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导师您在世界各地跟大家分享关于超级生命的密码 让人生可以富足的关键 请问导师您觉得在人生当中要达到 可以让人生越来越富足的秘诀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年在全世界看到那么多的朋友 那么不管他当时是有钱没钱 那么人间所看到的这个像是不是富足与否 其实跟他个人的能量长是不是有 然后把时间拉长的话再看 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幸福 然后才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答案 那么结论呢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正能量能够越来越具足 他的生活的劲就会开始赚得越来越顺 越来越好像很满足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 越来越有这种好像道士甘蔗的感觉 那么这种生活的劲呢 就会好很多的这种富足的像就不求自得 好那一般的人呢 总认为富足就是钱财与否了 但是我们在看的话 就是各种生活的议题是不是能够圆满 好圆满的指数是多少 那么富足的指数好像是成正比是这样子 所以刚刚导师讲到说 很多人还是以前财为第一基准嘛 对不对 我们说有钱的人 其实他们也会有烦恼 那但是没钱的人 好像烦恼也蛮多的 所以如果面对钱财的这部分呢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他不求自得呢 这就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呢 这一辈子 那么年轻的时候求学 那么毕业了以后呢 那么在社会上打拼呢 大部分的人也都是以 好就一定赚了多少钱 来看到自己生活是不是富足与否 那有些人呢 他可能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运啊 所以学校毕业可能就是一帆风顺 那么也许一下子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他也觉得说 别人都不急于他 然后他能够有这样的际遇啊 果然是不同凡响 所以在他的字典里面呢 他没有认为好这些东西要好好的去珍惜 那么也许他的命盘里面呢 可能走到中年或老年 好就突然180度大转变的时候呢 把他前面所有的这些好 风花雪月啊 这些好 曾经获得的东西 全部都吐回去 还不算 可能还到负了多少 那他在那个时候再来看他前面这个人生的时候 他实在看不懂 觉得前面的这些岁月 有这么样的丰富的 好 而且精彩 但是怎么会到后面完全派到两人 那往往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准备好 到年轻再大一点再回来看这样子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没办法接受 所以有很多这种附属的病变就产生了 那么你说有些人他是前面苦 好 那么中年后晚年 好 突然大发了 也有这种人 但是他大发的时候呢 他没有好好的准备好 大发以后该怎么样的心态去守着 所以前面苦过了 可能在这个生命有这样子的一个 发的现象的时候呢 就没有管太多呢 可能就是任意的这个享受人生与否 那也许就在那昙花一现的 好 一年两年 好 多少年的岁月里面 可能又后面又全部交回去了 那当然也有些人他知道 好 生命得来不易啊 那在他在发达的时候 他知道要守成 那的确有这些朋友 这样子朋友 所以你说这个财富与否啊 我想跟一个人的人生观 好 他的逻辑观 会息息相关 那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好 决定的错误 可能就让自己一生没办法再起来了 那很多的细节 也都是看当事人他有没有一个心态 是不是要在这个生活中啊 不断的学习 以及吸收更多宝贵的经验 然后来矫正自己 在当时好 所有的境遇啊 来做一些调整 那这一些就是看个人怎么样去拿捏了 所以导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刚刚导师有讲到命啊 孕啊 这件事情 所以 是 财富这件事情在生命当中 它也是一个定数吗 是的 在我们这个挖挖落地的那一刻啊 那么因为气数的关系啊 就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命命 这个生命命盘呢 就好像是这个programming一样啊 就把它定在这个每个人不同的领域上了 那么 我们去找所谓的算命先生来算自己的命啊 这个 这个大运啊 等等等等 那些 只要他算得准的 那都不是很玄虚的一种说法 他的确 确有其事 只是呢 我们一般的人算命呢 算到好的时候 那也许吧 那一年该发的时候他发 但是 往往有些人都是算了半天 那一年该发的时候没发 但是那一年这个算命先生说 可能运不加的时候 可能一大堆问题提早来临 所以就为什么有些人他算了一辈子啊 越算了运越衰 那么 那么命和运呢 的确能够算准的人他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生命命盘呢 他排一次其实就能够排出 非常精准的可以把这个所有的都能够认出其中了 作为一个参考 那也许 OK 但是呢 我遇到了很多的人 都去算命之后 心中有阴影 反而影响了他生活领域的正常作息 所以不但没有好事 反而是坏事提早来临 所以我就不不鼓励我们的学员 在这个算命上特别下功夫 是这样子 对 确实很多人哦 就是越算 然后越不开心 如果算命师讲得很好 讲了很多正面的 他就是哇 我人生一片光明 但是如果算命师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或是对他人生未来好像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哇 就很忧愁满面啊 觉得很苦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不对 所以命运这件事情 对导师来说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吗 是其实这个问题呢是见仁见剧哦 因为你看我们从小呢 我们就遇到了很多正面性的说法 说这个命运是掌握自己的手上 自己要好好的努力 奋发图强 将来就有一片的光明 对不对 那也很多人也是照着这样子的 我们从小就接触到一种说法 就认为自己要好好的打拼 好好的在这个各种机会上 把握 然后珍惜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总认为明天是因为今天的打拼 会换来 辉煌的成绩 那有些人呢 他命中有 好 那的确 好 就可以如愿啊 那有些人命中没有呢 那一辈子 好 这个 人家是越战越勇 他也许是越战 这个表象上是虽越勇啊 内心是越虚 那么 那么到这个不同年龄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心境和看法 那总而言之呢 这个 并不是啊 就说自己掌握自己手里 与否就可以来决定 是不是成就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遇到一套系统 他真的可以让你好像就像是这个如意珠啊 让你因为这个系统的运作在你的生命中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 今天努力了一分 好 这个生命里面呢 就成就了一分 那么 一天一天的累进啊 看到自己的确 好 这个 进步神速啊 那真的这个命运与否 就改变了 好 原来算命先生所说的 点点滴滴呢 那 这也许就是生命中的佳话一篇咯 那 以前我们有很多机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系统 好 那我想每一个人他在遇到的时候 他也都会有所谓的经验与否 是不是有改变啊 还是改变了一半还是改变了百分之百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在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所讲述的呢 我们一切讲述结果论 也就是呢 我们不管做对或做错呢 在这个结果的表象 这个献出来的呢 它就是一个成绩 好 如果我们在做一连串的努力 但是在生活表象上 交了白卷或者是倒退几步啊 就代表我们运用的方法绝对是错的 那如果我们努力下去 就看到这个立竿见影 好 就会有自己一个心中这个所谓是不是有数啊 那就会告诉自己 那这个方法究竟是正确与否自己给自己一个最忠实的忠告 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学员说 还有我在世界各地的这个演讲的时候 我都说呢 其他系统都很宝贵啊 但是如果你遇到了我们超级生命码系统的时候呢 不妨来试试看 做做实验 好 有的时候呢 也许在这个实验中 你才会有所感触啊 这个系统到底可爱在哪里 可贵在哪里 以及是否要珍惜这个里面的一些做法 来让自己更加笃定生命的奇迹啊 就在这一刻展开 那我想这一些呢 不是我一个人在讲 应该是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听众也好 或者是这个参与这个讲座或课程的朋友呢 他们都有这样子的诚意 试完以后 他们就知道到底是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往往在世界各地愿意来试的这个学员 或者是各地友人啊 他们也都在自己的一个实验结论之后 才知道好加在这一次遇到了这个 还可以来实验实验的系统 然后成绩呢 也给自己打了蛮不错的这个分数 那也就是这样子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呢 很多人就在接触到 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没多久就生命完全的改变了 哇 完全的改变 这是很多人可目可求的呢 所以我看很多人在参加课程啊 在课程当中或是一些读书会的时候就会分享 在经历了这一套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后 他们的人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不过我们说到系统啊 这两个字它其实就是一种 它可以被遵循被复制的方法 是的 那么我们这本书呢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呢 我们是2010年的10月出版的 在台湾出版的 那么出版到现在已经大概快八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八年里面呢 的确在全世界各地啊 只要遇到超级生命密码的人 几乎 他只要愿意做实验 都看到立刻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结论 那有些人不相信 看到别人好像跟变魔术一样 然后抱着怀疑 但是看了好几个人的案例 觉得自己不是事也可惜 结果自己一事也跟别人一样 生命也改变了 那很多人都说 第一个呢 他们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呢 他们这个心啊 就比较定一点 压力呢 就比较不像一般来讲那么大 他们就觉得这个 所谓的心安理得啊 然后在这个磁场上 他们觉得是舒服的 然后在一些的做法之后呢 他们也看到自己生命里面的成绩啊 也许等了一辈子 几十年都没有办法沾了一点点的边啊 竟然就在这个系统的实验中 看到了自己这么容易就达标 他们也觉得非常哲哲成奇 这样子 而且这个系统是可以运用到各个层面 对吗 是的 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来所遇到的各界的读者 我们几乎是各种行业 事能工商都有接触 那么年龄层呢 从这个大概最小的大概就是幼稚园吧 到这个九十几岁的长者 好 这个这么一大段年龄层 比比就揭示大家在这个实验之后 看到的确非同凡响的一个惊人的成绩 所以换句话说 只要给自己一点点机会 好 那么用对了我们书中的方法 就很容易看到自己在生命上的一个蜕变啊 让自己真的很惊讶 尤其有很多人啊 一辈子在追求的 一辈子花了很多时间在里面钻研的 但是却没有起色的人 那更是遇到了超级生命之后呢 他更是觉得珍贵 因为他曾经花那么多的时间 精力金钱 岁月 很多的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啊 但是却没有见到他所预期的效果 但是却因为这样子一本书的接触 然后进入到这样子一个系统 然后发现生命的确在这几十年来 好 曾经呐喊的曾经这个希望一心 真正这个可以变化成他的这个梦想的 那都不开牌的东西 瞬间开牌了 所以他们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是这样子 是如果我们用股市的这个专业名词来说话 就是让你人生游黑翻盘吗 游黑翻红 长停板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这个系统怎么运作的话 你给自己一点点的机会跟时间来做试验 老师也说了 这个系统呢 不是自己讲讲而已 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学员 在用这套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帮助自己的生命做个翻转 如果你想要尝试看看 而且你想了解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打55995439 55995439 你可以来了解一下这套系统怎么样来运作 那么老师也有撰写了许多本的书籍 如果大家呢 想要了解的话 也可以参考书籍超级生命密码 那么在今天的富足人生100问 让你越问越富足的单元当中 也再次感谢世界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